大家好,歡迎收看《即時攻略》 我是VQ 康復文 這節由Stanley做嘉賓,Stanley你好 你好 亦都呼籲一下,大家如果有任何問題想問Stanley的話 就打來204-6566 或者將問題的郵寄到ASKBSchannel.com 或者WhatsApp到915-1428 或者Facebook和Youtube做Live 或者留言,我們亦都會盡快解答大家的問題 先和大家看看港股的最新走勢 恆生指數最新報24494點,升193點 國企指數升64點,報9,875點 大市成交暫時有403億 Stanley看到今早早港股高開 但高開只是幾十點 但中間的時候,突然又爆上來 最多的情況升200多點 都蠻突然的 但見到今個星期其實都蠻關鍵 因為內地有很多數據會出來 包括星期五,其實都會公佈GDP出來 但其實看一些分析 很多分析師都覺得會遇到一個歷年來最大的跌幅 會不會預計,今個星期我們有這麼多消息去消化的時候 港股會比較波動一點 港股,怎麼說呢 其實很有趣,你看到脈國市升上來這一刻 其實只是升防守性比較多 中電,無端的 沒錯,其實在清國就有很多 還有,不得意,沒事,不理會 某個朋友在一間博士說有些聊得意的 但我只可以說,現在市的氣氛有點古怪 如果要回到今個星期的時間去看 因為,目前律上剛才提到的數據 例如GDP,其實你預算都會出事 差的了 但究竟有多差呢 因為很簡單 現在市場預估是6% 其實是-6% 你說是否很差呢 我又覺得又差不去 而且今早早出來的進出數據 又真的不是頑皮 是多好 所以,你說數據出來是甚麼狀況 可能要到星期五你才會知道 但問題是說,就算數據是好到好 或者好 是否又令大家可能會,對於後市的看法 會比較上是,又會漸面一點 都很涼體 因為,入外前途上 其實你現在,今個星期打後的時間 開始會多公司出一些要跪跡 美國都是的 因為今個星期你預算了,會有好錯的 因為你很多公司 特別是,好像你說那些 金融股那些會出業績 但問題是說 你上一季,就是Q1個時間 美國在疫情方面,不是說真的好瘋 所以其實影響是說 可能是回到Q2的時間才反映出來 所以公司的展望,其實我會覺得是有啟示性 但香港這一邊,其實你沒有的 就是說,今天有些反彈 不過今天市場也是剛剛提到阿怪的 因為為什麼阿怪呢 是升了一些防守性股份 所以真的,你看我一元錄影響上面那一群 就是看著那一群,什麼中電 煤氣 跟著好像電能這些 全部都升了上去 你的市場升那麼多 反而升200多點 反而跌轉 你會見到好像騰訊這些 其實不是升得起的 它一開波是升得多的 但也回了很多下來 是呀,但剛剛開波那下的市場 其實也不是說到處要跌 所以你可以說市場現在 到這些水平 只可以說不會叫大家買東西 我會覺得不需要在這些位置追貨 而且因為始終沒有 你這個星期,甚至乎你這一段的時間 我不覺得市場真的會有一些 很正面的信號和消息會出來 在內地現在 你看到上星期的CPI又4點多 你又變了它又不會說 就是有些大規模的放水動作會做 那你有沒有一些很大的衝勁呢 又沒有什麼 所以你只可以說現在 暫時都是沒有正公其變 所以沒有貨的朋友 就是小心點 但是看到其實市場 大家都是繼續留意疫情的消息 Stanley 今天看到市場 升了200多點上來 但是藍籌股裡面 有一隻都是跌得比較多 就是曼洲,一定都要提及 對,跌3% 因為曼洲其實是一個豬肉加工廠 傳出有200多名的員工 確診新冠肺炎 所以暫時說要關閉工廠 去全面消毒 就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重啟 這個消息就令到曼洲的股價受壓 其實情況都會持續一段時間 其實你不能預計 就是你好像現在有很多工廠 甚至乎有很多工人 或者叫做感染 你都可能有些叫預了 當然你說曼洲這次的影響就相對比較大 因為你一帶有些工人受感染的話 你這個廠要停工 停產 對,還要說有200多個 其實我這樣說 你美國那邊白露感 你200多個 但在一間工廠裡面 你有這些集體感染的 一個傳一個 是的,但問題是你美國現在 我可能要問一些美國的朋友 問他那邊什麼狀況 因為拆開一點話題 因為這一段 因為我昨天看到一些文章 他也有說 他有一些文章 他有些提及到關於食物的 即食物供應糧的潛在影響 因為你說現在好像今次 就是曼洲 曼洲可能現在有這些 即是說有些廠停了 變成豬肉的加工 會暫停了 但我想其實不單是曼洲 大家試想一下 你說曼洲是一個例子 但問題是其他一些工廠 假設是做其他東西 例如做罐頭 甚至是做一些農產品 有人感染了的時間 你都是要停工的 其實這些影響 你真的可打我小 因為其實沒有 當作一個工廠 例如我喜歡吃的薯片為例 你沒有 你這個廠有人感染了的時間 你這個廠要關鍵停 那這些薯片 就一定要供應了 這些其實也是很麻煩的事 而且我有一些文章說什麼呢 就是說 他說原來以往的時間 因為有很多工人 就是可能你說從墨西哥那邊 就會有些叫做part time 就是這些兼職就是說 可能到某些時間 當你說美國的農產品要收割的時候 可能去請很多工人 從墨西哥那邊 可能去幫他收割 因為可能你的東西是熟的 要馬上過來買的 但問題是說 現在因為這一段的時間 你覺得有些風關的那些 這些墨西哥那些人 其實你是過不了他那邊的 但問題是這些人 原來那一年的時間 那個時段 是說二、三十萬人的 你想一下 如果這樣算 突然之間有些東西收割不及的話 那些東西要是又懶 要是真的又是擺 因為你又出不出口 所以另一邊 好像說不知道 好像澳洲還是哪些地方 就是說 又現在開始賭奶 因為你的奶又是 生產源出來之後 你又是沒有運輸 運不到 你未必要賭 這些情況 其實現在 我擔心 我擔心其實你沒有 在疫情之下 有很多這些事件會發生 所以 沒有都是要 我想你可能炒開一點點 但是 變成在食物工業那裡 有機會真的有些問題 如果說開上市公司 其實沒有 特別是做食品這些 加工這些 你又真的越來越不幸 但是又沒有 當這個疫情過後 可能它又會 沒有事好 你看一下 有沒有機會 讓它掉下來的時間 再撈下它 但是如果有貨的 就先拿著吧 有貨都要硬的 你只要可以說 不會錯 突然有這樣的消息出來 沒錯 所以沒有 就先拿著貨 好 但是看完萬洲 都想和Stanley 說一下 比亞迪 今天都比較神奇 因為看到它其實發了刑警 預期2020年 首季的純利大跌 大概是八成 至九成三左右 營利介乎人民幣 五千萬元 直至1.5萬元左右 但是這個刑警的消息 反而看到今天的股價 就升了百分之四 為什麼市場 又聽不到這些負面消息呢 它又有趣的 給亞迪昨天的通告 其實你看到它跌八成至九成多 是啊 第一下感覺 我都覺得 嘩 又不死 但是想著想著 又覺得又沒什麼 為什麼呢 其實你預料了 又預料了 其實呢 好像哪些呢 好像美團也是發了變相 出了一個刑警 是不是 那你 瑞星也是 這些都是 但是問題是 有些公司 你又真的可能那個叫 反彈的力度 可能會很快 那你美團這些 其實沒有 你疫情過後 就自然有機會 就是那個 多一些人叫人買 又可以回家 不過呢 美團又有另一些消息 美團因為被別人 說佣金過高 沒錯 被別人又刀 但是它自己也有解釋 其實它 那些人說佣金過高 但是它也是善的 當然 那根本上 其實也不難理解 你做這些 好像外賣出貸這些 其實你真的 你的毛利是極低的 你想一下 你買個餐 我當你的餐一百元 其實來香港也是 你買個餐一百元 那你意思是 那我這樣說 就像唐食一樣 唐食 你可能收你三百元 你外賣也是收你這個價錢 但是中間那三百元裡面 你要分成給deliver 要分成給那個 那個叫送貨來的那個人 你想一下 你送貨來的那個人 難道給你三成 是不會的 可能一成都沒有 可能只有幾十元 你想一下 沒有幾十元 可能只有十來二十元 嗯 至於不斷拆 不斷拆 你想一下 其實你真的要給你多少 所以我又會覺得 真的 看你怎樣看這件事 但是只不過 沒有 你一天的疫情 還沒好 美團也是有影響 一定有影響 是 其實他算好 起碼他不是跨國那些 現在跨國的公司 那些才有問題 那些才有問題 而且你想一下 現在很簡單 你現在未 我當你如果在美國那邊的話 你還要出帝 其實你還害怕 不知道該人有沒有事 是 他有事的時間 不知道搭搭口罩 他有事就周圍都周圍都是 是的 這些其實都是有一個問題 但是沒有 美團這些又不用理 但是你說 就是剛剛刑警潮這些 你已經預算了 只不過就是說 究竟Q2Q3的時間 是不是真的可以有一個 比較好的反彈 正如你落地都是 你落地Q1 你預算了 一定的GDP很差 但問題是你Q2Q3 會不會突然之間又回到很多 甚至會買單全年去計算 如果你是OK的話 就是還有一個正數的 這樣又差不了 所以看你怎樣看法 還有是不是可以這樣說 比亞迪其實之前都因為跌得太多 你可以說是跌了先 跌了先也是 但是又沒有 大家反而突然轉又覺得就是說 你可能之後的時間 有些政策扶持 反而沒有什麼 那如果這樣說的話 是不是吉利都可以買呢 吉利? 但我經常說車股 我經常說車股 其實等下半年才買 上半年的時間 我都覺得是不應該這麼快買 吉利這些下半年 就是經濟反彈 駁去的那個燒情好 那這一刻可以駁去的 不過你說這些位置 那你說買來擺一下 你說它那個低位 就是近期的低位 又不算說難得很多 其實都是10元而已 你駁去不穿10元也很直駁的 OK的 不是你說順利買來擺一下 說不行的 OK的 都是以長渣為主 當然 渣到年底 但是我覺得現在這些位置 開始又想一下 都值得想的 都OK的 留意著先 袋住在一個袋裡 不過車股這些很難說 你不喜歡 我總是覺得 好像疫情之後 整個世界的格局會很不同 很不同 這件事反而是不斷思考的 這段時間都經常提到少年 問題是中年 是這樣的問題 現在什麼時候結束都不知道 最近我看到Morgan Stanley 出了一份 他好像預計 2021年3月份才有真正的疫苗 疫苗一定會這麼快 一定是下年 然後他說下一個高峰是11月 我記得他 說而已 說而已 他自己這樣推算 你問醫生都不知道 你Worgan Stanley 知道 你真是很討厭 我經常都這樣說 你醫生都不知道的東西 你大行會知道 我又真的沒有信 但現在就是經常把高峰期 就是這樣 我騰遲 之前又說4月的 是 接著現在又說暑假 是 你怎麼想到4月的時間 美國向來這麼恐怖 不是 之前根本上 好像早上有死的醫生 你看到那些確診數字 雖然都已經習慣 但是都會嚇一嚇 你想想 你上星期的時間都還在說 可能剛過了100萬 那時候都很厲害 你現在弄一弄一弄 200萬都正在 剛剛過 今天過了190萬 你想想 其實都很誇張 是啊 你想想想 我真的都很厲害 真的有時間搞 我覺得那個氣氛 你是不是要很快 可以 叫做恢復到呢 是很難的 還有我剛剛所說的 其實你這一轉之後 很多東西是會 那些問題 是不會隨著疫情 疫情是會 疫情你說 假設是那段落 這個疫情的影響是會無辱的 但是你疫情衍生出來的東西 是會有一個很大的衝擊的 很簡單 你拿回開 可能內地一點點東西 這樣算 你想想內地一帶一路 這樣算 你想想這一轉之後 你還能不能玩 是 這些其實影響是很大的 甚至乎 這一轉之後 國與國之間 那些的衝突 其實是會增加的 這些東西 你用經濟上去 去計算的話 現在你計算不到 但是這些東西 我會覺得一定會發生 所以變成 都是 你對市況 一定有些影響 你電都會有 嗯 好 接著我們也回答一下 家庭觀眾的問題 Linda 我想問743 怎麼看 可不可以買呢 要買 買安費海路 不過我升得那麼多 真是慘 安費海路真的又是 是不是 你說水泥 今年 是啊 是可以想 真慘的 又失去了 哈哈 你又不買這隻 是啊 真是慘 你知不知道 我之前去推 安費海路加一隻 中聯重貨 為什麼你又不買 幾次 幾次推 氣死 我都不知道 算了 你是不是倒下來的時候推 四十六元的時候推 上星期 我發現 中聯重貨 算了 我這陣子都覺得是 短期看是可以 不過是沒有賣 哈哈 我今晚又買 那些不動 也不是 說實話 都動了一點 中聯重貨 今天 六個多了 是啊 我真的有發覺到 這陣子真是 最慘沒錢 哈哈 因為太多股份想買 其實也是 買香港電訊加 130也有升 算了 不過你說 借亞洲水泥 為什麼不要買呢 或者是 選一些安排海螺 安排海螺 始終是 它那個財電狀況 最為它 如果你要選 水泥版塊的話 都是必定要選它 都不能選 好吧 也都麻煩Linda的問題 先接著我們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有位吳小姐在旁邊 吳小姐你好 早安 吳小姐你好 吳小姐你好 早安 吳小姐你好 早安 吳小姐你好 我現在想問你 七八八我沒買過這股 那我沒買了 這句轉期來 你沒買嗎 沒買出了 不是 你說要買這些 用來擺 這些位置未必是一個 美價 因為 這一隻其實 基本面 不算是很理想的 只不過是好像很多人說到 好像很厲害 但是問題是 它真的不是想像這樣那麼厲害 它是平穩 你只可以說它是 但是如果你說要買的話 看看有沒有機會 都是過六 我想一個六毫多 鬆一點的位置 不會是這位買的 一個六毫半樓下 這些位置你買的話 就比較安心一點 好 接著我們看看YouTube 朋友的問題 金金 3339中國龍宮 電價可不可以買 是呀 這隻 想回三元 可不可以 嗯 不知道 如果你說近年 近這半年左右 我還是喜歡這157多一點 嗯 龍宮不是說它不好 你看看內地方面 其實很有趣 內地三月份 為什麼三月份 沒錯 三月份的一些 重型機械的數據 那些叫做重型的什麼 起重機 起重機還是 刮刮機那些 好像銷程是好的 是 很多什麼地步呢 有增長 嗯 其實你想想 在這個月份裏面 有增長 其實真是 都不簡單的事 如果以全年來計 大家都覺得 是應該可以持平到的 其實你說現在 持平年已經很厲害了 但是 我會選擇 157都不選 就是不選一隻的龍宮 龍宮它最主要的業務 它是要刮刮機比較多 就是壓路機 就是說那些道路 那些修補那些東西 它又會比較好一點 但是中聯重工的賣點 就是說 它有些叫做大型的起重機 那一堆的 那個的增長 那些增長 那些增長很厲害 因為要記住 我們現在起樓 用那些叫做陷入式 那些一組件式 要那些比較大型 很重型的起重機 中聯重工又做這些東西 所以為什麼說看去的前景 最主要都是看去的那一份 所以你說要選的話 都是選一隻中聯重工的 不過 今天又爆升了上去的時間 你說這位還買不買呢 可以的話 不如都是後低一點才買 6元左右下才買 雖然升得很厲害 118 後低一點才買 對 後低才買 接著我們輪到胡小姐的電話 胡小姐 早晨 Hello 胡小姐 早晨 你好 有什麼呢 麻煩你我想問兩隻股票 好啊 三隻 不要緊 在你說呢 我想問 99800左右有貨 是 190元左右 是 我想問一下 大治室還是感染的部分 有一些是180元 OK 接著呢 還有753到5.2萬 我想問算我多少 還有給我住室位 175.3 177.8 是 177.8 我沒有貨 我想問他都沒有什麼 我都沒有什麼價位 可以買 麻煩你 好啊 阿里巴巴先 不如9988 小姐都在賺 握著它 握著它 我又很害怕的 握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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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握著它 ATM 你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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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握著它 安心的 不過都 不驚不覺 190元 今天都很厲害 是呀 是呀 不怕了 握著它 長線為主 另外 國航 小姐就想問 上網 可以多少呢 國航 但是航空板塊 又真的未那麼快 回到新 你記住 你說現在 整個經濟也好 甚至你說 流了一旦 疫情 現在還在發生 疫情之下 你敢坐飛機 我又真的沒有這樣 雖然我現在的心 整天都飛去日本 但是真的不敢坐飛機 但是在一個墨幣的空間 就是 就是 這些是最大的問題 其實我問那些 有些朋友 有些朋友做的 都是做航空相關的 機械那些 有什麼飛機本身 就是說 其實那些空氣是外面 叫做外面進來 其實按道理 真的應該也不害怕 那些空氣可以流轉得快 是的 但是問題是 如果你搞一些近距離的話 它有一個黑癡 它真的有事的話 如果你那麼近 你更硬 就是這樣 戴口罩也沒有用 那你戴口罩 你可能這個位置OK 但是你的眼睛 這個機會都會有什麼 所以 我和我朋友 覺得疫情 這段時間 請你都不敢坐 實在是 所以 我想不是一個好的時間 去買航空股 你說買來擺先的 你可以搜的 沒有說不行 但是我會覺得你現在買又好像 有一點而會搶 就是過很多時間 可以再等一會 真的不需要急著 好啊 另外還有一隻1778 財生活 你真的覺得 為何沒怎麼動的 但是今天看到物館股又 其實財生活本身最大的問題是 跟很多物館股相比的話 負債相對比較多 你記住 其實物館 好像有一隻叫什麼 時代農利都好像是 他好像相對比較 比較多負債 不過他身上市 可能集完資 有多資金 這樣會好一點 但問題是因為 你物館股多負債 其實是一個挺大的問題 你到你發展 不斷擴充的時間 你變成你那個 即那個財務開支 承擔會大 所以變成對於他來說 未必是好事 你追落後行不行 其實沒有的 你入到這些價格 你設定3元的指示位 即是不穿3元的話 你說我可以賣擺一下 那你就嘗試一下 不過他基本面 跟其他比的話 他真的差一點 所以你說要選要買的話 這一隻就不會首選 要選就是中海物業 原來現在8高2了 是啊 我都說很慘 很多股 其實看著真的很慘 你看我之前說錯 每次都會買這隻 不是 那時候2個多 3個多 4元而已 好誇張 升了一回答 哎 就是 有點懷念說錯 現在 遲些 遲些 我再去公開 好 接著我們回答WhatsApp朋友的問題 我的朋友想說 6060 中間在線可不可以買 這隻 你今天看見他有些消息 好像有H4全流通 好像有H4全流通 你喜不喜歡這隻 不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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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對他這隻沒什麼好感 我真的 這隻不薄 如果你真的要買的話 你薄他不穿25元 對 是這樣看 你薄他不穿25元 回到30多元 可以嗎 30元先 看著30元 這隻我始終覺得 基本面不是那麼好 以短鈔為主 這隻是短線 還有炒Wing算數 嗯 這隻是慢慢買的 好 接著 另外也有朋友想問 迴虹雅 現在可不可以買一些 不買 因為迴虹 迴虹 貪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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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還跟你說 30元我買 30元我一定買 講述了道理 但又沒有了 又可以下不了他 沒有沒有的 現在都是 現在沒有人知道 現在可能反彈而已 不是 不知道的 我對他看法都是 給有些保留 有些保留 你說貪他的價錢 真的跌了很多 你說買 現在買來擺一下 我不是說不行的 我有沒有反彈你買 如果你說錢多 有閒錢的 你擺說不行的 我不會擺 但沒有什麼意見 好啊 另外也有朋友想問 七七五 長江生命 科技 這隻前景怎麼看 前景 不懂得看 真的不懂得看 但問題是 你說買來擺一下 買來炒 當純粹是短炒炒作的話 你買吧 我不會反對 這個是不是超人都有貨的 當然有 而長江生命科技 是他們來的 長和系的 長和系的 是啊 但因為我不懂得看 因為公司 有兩個消息 一路都是 第一是說 它有些 新冠病毒的測試劑 它有這個 結果是它的股價 為甚麼 就是搞到之前的時間 爆升 有這個原因 但現在好像又 back to normal 又有分平靜 第二就是 之前它有些研發 就是黑色掃榴 好像要到臨床實現階段 那次出現消息之後 它有隔日 百姓都上去 所以公司有沒有炒作的主題 它是有的 但是你說真的買來擺 還有你真的純粹 當是駁去消息的時間 你便買一些 但是因為這些股份沒有 尤其是這些醫藥生物 這些股份 因為 挺老實的 它那些東西行不行 你都不知道 但是問題是 有些概念炒作一下 你便低的時間 不買一些擺客 這樣可以的 嗯 好 也都麻煩你了 Sandy 和我們這麼詳盡的分析 和你申報 有沒有遲一下 以上提報的高分 有這個阿里巴巴 有這個香港 寬頻 還有這個6823 好 謝謝 今集節目差不多 回到其他直播節目 待會見